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8月14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突发事件 就是在昨天下午,大概三点左右 四川、彭州、龙门山镇、龙槽沟附近突然爆发山洪 有多人被洪水卷走了 截止到晚上20点30分 此次山洪灾害造成了四人死亡 三人中山、六人轻伤 那这个龙槽沟啊,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山洪爆发呢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为什么这个地方山洪爆发突然会有这么多人遇难呢 我在网上找了一段视频 这个就是龙槽沟啊,很多游客在那游玩的一段视频 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 不过给人感觉啊,比较清凉宜人 这个旁边有流水,对吧 这个水还不大 然后你看有游客啊,就在河边上搭起了凉棚 尤其啊,最近全国到处都是高温嘛 温度很高 所以啊,很多人就愿意到这儿来避暑 有的带着家人,带着孩子 消暑解夏 然而啊,谁也没有料到 这个瓶颈中啊,蕴藏着极大的风险 谁能想到这儿会有山洪爆发呢 我看了视频啊,就是山洪爆发那个视频 从那个视频中看啊 我感觉不止十来个人被冲走了 大家想一下啊,这个这么多人在玩 突然山洪爆发,会有多少人被冲走啊 现在啊,这个地方的救援部门呢 还在搜救 最终的伤亡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 可能比这个要大 因为我看那个视频 很多人被卷走了 那很多人就纳闷了 怎么会发生这么样的惨剧呢 不应该啊,违反仓石啊 实际上啊,这个叫龙草沟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泄洪的渠道 我听当地人留言 如果山游下大雨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这个河水啊 还是很急的 而且不像现在这样 涓涓细流啊 山游一下大雨 这样的河水还是很凶猛的 往年啊,这个地方也发生过危险 所以地方管理部门呢 在这个河的附近啊 竖了警示牌 这个警示牌啊,内容比较多 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 你看,大家看看图 这个就在河道边上立的警示牌 叫珍爱生命,请勿下河 你看,这边是山洪爆发时 龙草沟作为一条连通后山的沟渠 承担了泄洪的任务 这时,他来势汹汹 气势磅礴 危险西处 赌尊 时至盛夏时节 也是山洪一发的高峰期 我们无法控制天气的变化和山洪的爆发 我们衷心的希望 您珍爱生命 请勿下河 实际上啊,这个叫龙草沟的地方 为什么最近人这么多呢? 这种地方实际上我们就称为叫野景点 什么叫野景点呢?就没人管 什么叫没人管呢?就没有人把他拦起来收费 这叫没人管 但凡好一点的景点 这个有点说到的 当地的人都会把他圈起来 你一想来玩 那你得交钱 或者变相的交钱 这个大家都明白吧 如果村民不自发的把他圈起来收钱 那么地方政府一定会收钱的 把他当个景区 就是好一点的啊 那么像龙草沟这样的 你说的好吧 谈不上 你看那地方 可能都不具备作为一个正规的景点 但是你要说他不是景点吧 他那个地方你看有水有山 而且呢 关键是气候一人呢 凉快啊 那周边的人就自发的到那去避暑去了 这个正好啊 今天是周末啊 这附近的人就开着车 带着老婆孩子 家人在那凉快凉快 有的可能在那露营 可能还有在那野餐的 几个朋友带点啤酒 往那个泉水里一冰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避暑的一个地方 据说啊 这个龙草沟两边关键的地方都还用那个铁丝网拦住了就害怕有人下沟 但是即便这样还是很多人把那铁丝网扒倒了到了这个龙草沟里面 龙草沟为什么最近这么火呢 就是因为在抖音上面和那个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推荐 说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啊 发现了一个宝藏的这个避暑的地点 关键是免费呀 不要钱 估计呢 附近停车也好停 你随便往那一停 没人管 野景点就是这样 结果正好这是个周末 加上天气炎热 就有很多人去了 那个视频显示啊 人非常多 而且就在小河中间也有很多人 结果呢 这个伤红突如其来 悲剧就发生了 但是我想啊 这个官方说法啊 说是善游有暴雨 然后呢 当时啊气象部门 而且还做了预告 然后地方政府啊 还派巡逻员志愿者到这个龙草沟这一带 去把游客劝离 就是告诉他们啊 可能要下暴雨 下暴雨这个地方就很危险 所以啊 把他们劝离 让他们离开这个沟 但是呢 这个劝离显然没有起到效果 就是大家都没有走 大家觉得啊 没有危险 因为这个地方风平浪静 天气这么好 也没有下雨 河水这么轻 这么叫涓涓细流啊 让人难以把它跟山洪爆发联系到一起 所以这些人都不走 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但是啊 我有个疑问 就是我通过视频看 因为即便山洪爆发的时候 它那个地方是一点雨都没有 是晴天 那这个山洪来自哪里呢 来自于几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 这个比较蹊跷啊 就是几公里以外下暴雨 那这个地方一点雨都没有 这个也让人难以理解 第二个啊 就是即便山游什么地方在下暴雨 那它这个洪水也不至于这么厉害 就是这么猛烈 这个应该是个常识 就是说你突然下暴雨 然后这个地方突然来这么大的水 这个应该是不符合常理的 它应该这个水啊 也是慢慢的涨上来的 就是越流越快 越流越多 但是我看这个视频呢 是这个水像似乎是开闸饭水那种感觉 所以我高度怀疑这个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因为它不符合常情 我在网上看到有传言 正好啊 昨天下午 都江燕发生了这个三点几级的地震 有传言啊 都江燕地震 它正好在一个区域啊 都江燕的地震 在汕游造成了一个燕塞湖 这个燕塞湖啊 随着善游下雨 雨水越积越多 这个湖水啊 也越积越多 最后这个燕塞湖啊 像是破了泄洪 才会造成这个龙草沟啊 这么短时间内 巨量的这个水流经过 才酿成了悲剧 这个解释比较符合常理 如果普通的下暴雨 不可能一下来这么多雨 这个河水 所以我怀疑啊 这里面有人祸 希望地方政府好好查一查 如果是地震造成了燕塞湖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去检查 没有人去预警 没有人去处理 为什么说天灾加人祸呢 就是因为善游在下雨啊 加上地震 这不是天灾吗 地震导致了燕塞湖 然后善游又在下雨 它这湖面啊 湖水越来越高 人祸就是什么呢 人祸就是你当地河道管理部门 没有发现这一危险 那更谈不上去处置和处理这样的风险 所以就酿成了悲剧 当然了 我这是从管理部门角度说的 这个管理部门有责任 我认为应该问责 那我们从游客角度来说 游客不是无辜的 实际上游客作为成年人 知道什么叫风险 叫珍爱生命 首先人家在那立了牌子 已经提示风险了 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 一定要重视 第二个人家把河道都用铁丝碗给拦上了 这些游客就把铁丝碗给扒开了 或是别人扒的 或是以前的人扒的 总之呢扒出一条路出来了 大家都从那儿到河道里面 不仅在河道里玩一玩 而且很多人在那大帐篷 准备在里面安营扎寨 怎么过一晚上 就是这些游客 作为一个成年人 没有一点风险意识 关键是 当地管理部门 还派了人去提醒 劝离 但是这些游客都不听 认为没事 结果你看 几个方面原因 综合到一起 就念成了一个悲剧 多少条鲜活的生命呢 实际上这个 给咱们也敲响了警钟 咱们经常也会去郊游 也会出去玩 我呢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 我对这方面比较警惕的 实际上北京周边啊 有很多地方 就像刚才那个龙槽沟一样 甚至比龙槽沟更凉快 我还去过 这些地方都是野地方 就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在北京的东边 就是平谷 那个山里面 有一些就类似龙槽沟这样的地方 但是人家那个路修得好 基础设施很好 都是免费的 然后呢公路两边啊 就有这样的河 小溪也不叫河 然后呢你要是夏天进山 那里面特别凉快 你如果三五个好友在那搭上帐篷 然后呢晚上点上篝火 如果在那烧烤 那是非常凉快的 但实际上呢 我知道那是特别危险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安全意识 你就感觉不到危险 你就觉得不可能危险 实际上那个地方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是山区里面的这些勾勾 侃侃的这些小溪啊 实际上都是很危险的 因为最容易的就是上空爆发 就是突然下大雨 然后呢 它河水就越展越高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呢 各种原因 导致了扇油会出现咽塞壶 比如说啊 大雨把一个什么树 或者是一个石头 冲到了河道里面 这个河道不就被挡住了吗 然后再冲些小石头 树叶子等等 河道一挡住之后 它的水就上来了 就像蓝水坝一样 结果水上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它又会被冲开 这个树叶子 这个大树或者石头 又被冲开了 那么就相当于开闸放水 这个水突然就上来了 然后下面的人 如果你没有防备 十一八九会遇难 所以说实际上大家要注意了 尤其是夏天 尤其是像这种小沟渠 实际上风险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玩 一定要让当地人带你去 因为当地人对那个地方非常熟 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 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它这地方会出现什么状况 作为咱们 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 什么野外旅游什么爱好者 对野外深层的这种经验 技能少的又少 非常匮乏 所以最好的办法 是找一个当地人带你去玩 这样安全系数 高得多 大家可能知道 在吉林那个松花江 吉林省一个叫松花湖 就是松花江上游的一些松花湖 那个地方前一阵子 好像长春一个逃犯呢 就是朝鲜的一个逃犯 不是被抓了吗 在长春的监狱里面吗 然后后来这人就是刑期要满了 他突然又越狱了 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新闻 那个朝鲜的这个逃犯呢 个儿挺小的 他居然越狱了 而且成功了 后来警方就到这搜查呀 找啊悬闪通缉都没找到 最后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我看了那个图啊 大概其就是在松花湖 那个松花湖上面 有的小山丘上面 有渔民在上面盖的房子 然后也存了一些东西 夏天渔民啊就在那打鱼 养鱼 冬天渔民就会撤下来 回家 因为冬天啊没有鱼 那个逃犯不就是冬天吗 然后逃到这个那些养鱼的人 搭在那临时的房子里面 在里面躲在里面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个那些地方我去玩过 是冬天 我们开车在松花湖上 作为一个南方人啊 连冰都很少见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是开着车在冰上跑 就是松花湖上跑 实际上对我来说 还是比较紧张的 挺害怕的 但是我们呢 是跟当地的一个 有经验的人一起玩 他开车在我们在松花湖上 冰面上面飞驰啊 因为他有经验 他知道什么地方能走 什么地方不能走 他会看冰面 那个冰面是什么形状 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要化了 他们还有专业的词语 当地人啊 有经验的 在这个冰面上会开卡车 还要拉上货 那你想想 你如果不是当地人 你是外地人 你怎么知道那个冰上 能走什么样的车呢 我听这个向导说啊 经常有车掉到冰窟里面 而且他还说啊 一旦车掉冰窟里面 基本上没得救 也没有办法救 所以说实际上 如果你没有向导带着你 没有当地人带着你去玩 风险很大 别看着冰面上冰很厚 感觉很安全 实际上风险很大 我说这么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难免会到一些地方去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可能风景也挺好 感觉不错 但是我们一定要竖起这个安全的意识 安全观念 在这些不确定的地方 最好是要找当地人 带你玩 或者至少要跟当地人问清楚 了解详细 否则啊 本来是一件高高兴兴的 休假 娱乐 也可能就变成一个事物 变成一个悲剧啊 我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 我知道这个洪水 特别吓人 我们小时候有句话叫洪水无情 所以啊 我们如果出去郊游 一定首选正规的地方 不要贪图什么 新旗 猎旗 或者是贪图便宜 找那些不花钱的 因为你不知道那有什么风险 你要去正规的地方 它的风险会提示你 这真是雪的教训 希望这次事故 能够唤醒更多的人 这个安全意识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还是要提高警惕 昨天啊 正好还有一个新闻 是济南市 一个父子俩 孩子呢 到河边洗手 结果呢 一不小心就划到河里了 然后爸爸就去救他 结果呢 这个爸爸可能也不太会游泳 双双遇难 后来这些救援队啊 经过几个小时的打捞 把这父子俩捞起来了 这个父亲啊 他死死的攥着这个儿子的衣服 人已经死了 咱们不能说他的不是 但实际上呢 还是安全意识的问题 像这种小河啊 不熟悉的地方 是不能去洗的 因为你不知道啊 下面藏着什么 你也不知道这个河岸边上 结实不结实 因为很多人在城里长大的 他不知道农村 或者是野外 有多凶险 有很多地方啊 那个水啊 或者池塘 或者小河 你看着好像水不深啊 风平烂静 很安全 但是你不知道 他那个河水 有可能是别人施工的时候 在那儿挖了很深的坑 你可能以为只有一米深 实际上他可能要七八米深 而且还非常陡峭 实际上就是你不熟悉情况 结果你要到那个附近啊 你要去洗手 对吧 你脚这样一滑就下去了 他不像正常的一个小河啊 他那个河岸 没有那么堵峭 非常平缓啊 你也知道风险 农村呢 有的那些鱼塘 那些什么积水的地方 有可能非常深 所以说 孩子不知道 但是作为父亲 你就不能让孩子到那个水边去 结果 你很成了悲剧啊 说到这儿啊 每年夏天 正好就是暑假 学生放假 在中国 每年夏天 暑假 就会发生学生游泳 被淹死 这个一般的都是游 野泳啊 就是在河里面 或者在池塘里面 或者在水库里面 就是不是在游泳池 而是游这种野泳 而且游的时候 一出事 都是好几个 都是同村的 年纪差不多大的 约着去游泳 一淹死就好几个 年年都这样的悲剧 所以说 中国的教育部啊 每年到放暑假的时候 都要学生 签这个承诺书 承诺自己 放暑假期间 不去游野泳 就是不到野地 不到野外去游泳 不到小河里面 不到池塘里面 不到水库里游泳 年年都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所以作为家长呢 还是要提高安全意识 总之啊 夏天水患多 大家啊 如果出门在外 或者出去玩 还是要注意安全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